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原来通过电视购物,在我国收割广大消费者的贝贝加产品,振动减肥产品,后来都一一转移到国外,收割各国消费者,亚马逊是地球上最大的电商平台,但是其中40%以上的商家都是我国的,贝索斯是不是应该贵谢我国商家? Amazon在过去5年里,让不少人买车买房钱包补起,也创造了数百家年销售过亿的,数十家接近百亿的企业,是不是都听说过某COD企业,成立第二年,在东南收割,一年成立数亿元,有多少企业在成立第二年能实现这个利润呢? 来点抽象的电商收割者,降维打击的条件,产品供应链上的技术,以及创新能力和成本的优势,南海市场的判断,市场发展增长趋势的判断,流量发展演变趋势的判断,流量获取与运营方法的能力,电商收割者的灰色操作的条件,心智不成熟的消费市场,没有经历过产品功能夸张,或不对感,假冒伪劣产品等,洗礼的消费市场, 能够覆盖这群人的流量平台,一,电商人割韭菜的前提条件一,流量怪兽的崛起,巨型流量怪兽有,Festlook, eBay, Amazon, YouTube, TikTok, WhatsApp, LINE, Snapchat, Instagram, Pinterest等等,流量怪兽的核心是,它触达曾经我们很难触达的人群,它激发了曾经不存在的需求, 它解决曾经难以解决的问题,信任,支付,物流,仓储等等,流量怪兽为人们创造了大量的机会,我们要从流量怪兽上找到机会的核心办法,就是找到那群未曾触达的人群的需求,以及它激发的新的需求,然后找到流量怪兽的流量分配的规则,快速获取流量来满足这些需求 像Festlook,由于覆盖了很多欠发达国家,比如东南亚,印度印尼,菲律宾,拉美,非洲等地区,对这些地区的覆盖,为电商收割者提供了降维打击的机会,Mazon平台则是解决了信任问题,支付问题,物流问题,客服问题,让电商人用最简单轻松的方法,实现了收割, Mazon应该是入门门槛最低的了,二,电商人割韭菜的前提条二,产业链条配套,显而易见,我国在很多产品方面,拥有地球上最强供应链,这个强体现在产品种类丰富,生产成本低,微创新速度最快,新品研发成本最低,物流配套最全最快,IT支持成本最低最快,在很多流量平台崛起的初期,我国生产的产品, 在当地都具有碾压式优势,尤其是经过一定创新的产品,这些配套,为我国电商企业,提供了降维打击的产业链优势,三,电商人割韭菜的前提条三,手段与方法的支撑,手段与方法,取决流量怪兽是什么性质,如果是电商平台,电商平台初期,可以扑货,扑货类技术工具可以让一些企业实现, 一个按钮下去,数十万sku就进入了一个电商平台,实现这一条就需要,一,供应链能支持这么多种类的产品具备优势,并且随时可以发货,二,这个软件工具本身就有成熟的市场需求,才会完善到这一步, 这个扑货玩法,是和收割新兴平台的流量,原因是,平台方需要丰富的产品体系,流量分配规则也倾向于别产品多的商家,双向则易,没有扑货类工具的企业,就倾向于在三线城市,大规模招募低成本的人力资源进行海量扑货,或者在菲律宾的欠发达国家招募人力进行规模化扑货, 电商平台在早期对假冒伪劣产品管控不严格的时候,假冒伪劣就是一种极强收割手段,是许多人岂不发家致富,不可描述,不可公开宣扬的特殊通道,在电商平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就要开始筛选优质产品商家了,这个时候,测评技术就变成了收割的核心技术了, Amazon平台的简僵师,合并SEN,合并电体,无线直评,LINE,早期评论人计划,定制VP,更卖册,空包册,假单册,真人送册,手机测评,PC系统,私域流量池等等手法就竞相发展起来,配套的IP,信用卡,收获地址,账号,服务器,手机等相关链条飞速发展, 各种丰富的解决手段,来自于地球上各个国家,每一种收割手段,都曾在一段时间内,被称为印钞机,在电商平台发展到最后阶段,需要的是品牌与创新,品牌才是最强收割机器,贵点没关系,如果是Facebook类的平台,由于这类平台自身不带有交易支付功能,因此对于电商企业来说,收割时就要配套其他方案了, 如果是面对欧美地区,线上支付手段比较丰富,用第三方工具打建一个电商网站,然后接入支付工具,使用Facebook投放广告,领导有路进入电商网站成交,这是一种方案, 如果是面对中东,东南亚等地区,线上支付不成熟的地区,就发展出了COD或到付款的策略,当Facebook平台广告开放的初期,流量成本低,由于流量成本低,策略上就不那么讲究,收割起来就像捡钱,这个时候不用广告,但是群控工具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了, 或者说内容搬运工都能有非常不错的效果,至于其他高手,那就是更容易了对于善于运用人性的弱点,运用技术的BUG的高手而言,一个星星流量平台崛起,就是一场捡钱之旅,这里面操作方法比较多,适合私下交流。